国庆假期 鲜切花的新兴产区和传统产区 都在抓紧生产销售 花田里一片繁忙 过去只有在春节前才热销的年宵花蝴蝶兰 最近在内蒙古厄尔多斯沙漠中盛开并大规模上市 这些蝴蝶兰出自杭锦旗 库布旗沙漠腹地的蝴蝶兰种植基地 超过4万平方米的基地里建设了智能温室大棚 既能保证蝴蝶兰避免被阳光晒伤又能保持恒温 辽宁朝阳陵园市是中国百合之乡 中国每三只百合就有一只产自这里 现在正值陵园百合的展出季 今年当地百合推广品种达到400多种是最多的一年 如今 花卉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并通过与电商合作打通冷链物流新通道 让花卉实现多渠道多平台的展示和销售 在防身村85%以上的村民都种植百合 村民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油棚的话 要是擀粘粘好的时候 弄两万的灰心很正常 插入箱里面放开